空拍赏梅用俯视角度欣赏这一大片雪白 南投信一山区梅花越冷越开花 枝头上绽放宛如点点白雪 游客上山踏雪寻梅 花旗进入尾声就算没看到梅花 冷冽天气也有机会迎来雪景 寒流报道零渡县来了 往南延伸西半部到桃园 东半部跨越宜兰 上午和欢山1.7度低温 时时冷冷气象数说 不止和欢山就连阳明山七星山 要等雪都有机会 我们目前雪线在北部以及伊朗 还是以1000到15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为主 在200公尺还是属于一个误差范围内 雪线下修北部包括海拔 1120公尺的阳明山太平山 和欢山玉山1000公尺以上高山 都有机会下雪 若加上200公尺误差 七星山大屯山就连海拔 800公尺的二子坪有望白头 今年以来最强寒流报道 中部以北低温7到8度 沿海地区还会更冷 预估苗栗周二体感温度零下1度 是否能重现当年霸王寒流威力 就等这一波 铁中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